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崭新观点 看两岸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 Coco早餐节目 我们礼拜五的 崭新观点 看两岸 又到了麦若鱼 资深的影评人 麦麦的时间 我都叫你若鱼 其实你外号是麦麦 没有没有 麦麦是以前小的时候 所以已经长大了 叫若鱼 我就60岁了 你还叫麦麦 所以你都不能 人家叫我小扣子 人家叫麦麦 我觉得好恶心 可是我跟妳讲 我以前跑电影的时候 片商都喜欢叫我麦麦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电影就大麦 OK好 那我还是叫你麦麦 是可以没问题 我们的资历是可以 我们的年龄是可以的 好 若鱼啦 若鱼麦麦 好 至于今天我们要谈的电影 对 因为杨德昌导演 大家记不记得2007年过世 下个月就是他逝世十周年了 那最近呢 片商有把他的这个 一些经典的电影 数位修复 包括海滩的一天 他的第一部长片 包括青梅竹马 他跟蔡琴定琴结婚之作 包括依依 他华人导演 第一位在坎城 拿到最佳导演大奖的 三部经典之作 然后从这个礼拜14号开始 然后陆续每一周上档一部 那三部都经过数位修复 三部都是非常 就是非常 很经典的电影 三部电影以前都有这个 放映过 但是 以青梅竹马来讲好了 青梅竹马是杨德昌导演 男主角是侯孝贤 女主角蔡琴 台北上片四天就下片了 所以票房不好 因为当时艺术片 没有人看嘛 那那是新浪潮电影 新浪潮电影一开始 经过这个大家的质疑 后来慢慢新浪潮电影也可以有票房 但这部电影是新浪潮的前驱 那所以其实看过这部电影的 大一幕看过的人并不多 因为台北上演四天 那年轻观众根本没有看过 所以这次要把握这个机会 因为它是侯孝贤跟蔡琴演的 那这部电影修复 是谁出钱修复的呢 是好莱坞大导演 马丁史科西斯主导 因为当时 因为侯孝贤导演在国际上很有名 那侯孝贤导演就跟 马丁史科西斯推荐这部电影 因为这部电影大概是侯孝贤唯一唯二 少数演过的电影 当男主角的片子 那马丁史科西斯就出钱 帮这部电影做数位修复 这部电影它基本上还得到了 非常多的奖项 这些我们其实 我们当年新浪潮电影 杨德昌导演 侯孝贤导演 在国际影展是受欢迎的 是受欢迎 他们两位其实真的是 我们台湾新浪潮导演 最早进入国际影坛的 依依当然在2000年才拿到 坎城最佳的导演奖 但是侯导在之前独立时代 就去坎城做正式竞赛 那是杨德昌导演 侯孝贤导演 当然后来是这个 戏梦人生 在坎城评论坛 评论坛 后来就一起 慢慢都是在国际上 好这是杨德昌导演 他是十周年 他的数位化的作品 尤其海滩的一天 你知道吗 这是杨德昌 我们讲杨德昌导演 其实当年在美国 是学理工的 因为他妈妈父亲 要他学理工 所以他其实热爱电影 但是他当时 交出了理工硕士 是给父母亲一个交代 他后来到南加大 去学电影 再拿了一个硕士 后来在美国做事 其实他真正心里 念之在之的是电影 尤其是德国导演 何索 这个导演对他 影响非常大 那他看到了 德国当时新浪潮 何索能够花 很小的成本的钱 也可以拍电影 他就想要回台湾拍电影 当时他回台湾来呢 其实第一部作品 是跟这个詹红志 余维燕 几个年轻人 拍了一部电影 这个电影叫 1905年的冬天 那这部电影 当时没有什么名气 可是入选了 砍成影响的某一个单元 那因此呢 杨德昌就被发掘了 被谁发掘呢 被张爱佳女士 当时因为台视 其实我们台湾 新浪潮电影的工程 一个当然中影公司 另外一个是电视台台视 当时台视 找张爱佳做 十一个女人单元剧 对 就在电视上去做这个 找 那张爱佳就找了很多 新锐的海外回来的 这些年轻导演 来做电视剧 那杨德昌的第一部作品 就是在十一个女人里面 演出 导了一部单元剧 那因为这样就被中影发现 中影当时也要陪着新导演 就光阴的故事 集合了四个导演 万人啦 然后这个杨德昌 柯一正 他们这些四个导演 拍了一部 四段式极性的电影 杨德昌第一部短片 等到拍完第一部短片呢 中影就让他开拍 第一部长片 就是海滩的一天 那海滩一天 当时有很多记录 海滩一天这部电影是 片长两小时47分钟 大概166分钟嘛 台湾在这个电影之前 是没有这么长的电影 在戏院上映 就是今天晚上就要开始演 上映啊 对对对 那这部台湾当年早期戏院 电影大概都90分钟 不超过90分钟 那两小时47分钟 电影是绝无仅有的 但当时杨德昌坚持 这部电影 一定要用这么长的版本 在戏院上映 那戏院当然后来也妥协了 那但是杨德昌后来因为跟台湾 整个的戏院院线 不太愉快 因为为什么后来 因为青梅竹马上了四天 一一后来台湾就不上映了 因为当时那个年代 台湾的院线是被港片 基本上是港片 还有台湾的电影所把 商业片所把持的 不是把持就是所占据的 那像新浪潮这些电影 要排戏院排院线很难 那杨德昌导演一直认为 这个部分其实政府或者是 这些片商做的是不够的 所以他一直是 他世财傲物 可是他一直是很郁闷 他觉得不得志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一一没有在台湾上演过 对不对 那个一一呢 他在二十八号 也就是下下个礼拜五会演出 那二十一号是演青梅竹马 这在哪个电影院演 曾善美 然后看看别的影城有没有 他是同时上演啊 不止一家这个电影院嘛 对 看看成品啊 成品我想应该也会有 OK 所以海滩那一天 他不一样地方 当时比较受到瞩目 一方面当然 有杨德昌那个时候 知名度还没有那么高 可是张爱嘉跟宏一梦的 知名度很高啊 这两个女主角 而且这部电影 我当年看了很震撼 其实我跟杨德昌导演 后来在好多地方 就是采访 譬如在坎城 东京 柏林啊 我们都一直有 一直有采访见面 我一直跟杨德昌导演讲说 我最喜欢他的电影 就是海滩的一天 为什么 因为 其实这部电影 当时在看起来 那个年代 我们看的时候 是非常震撼的 因为 其实 在我来讲 很像法国电影 就是没有看过 台湾有这种电影 当然它是一个女性电影 它既有两个女性的 一个对话 胡音梦 跟张爱嘉 女性的对话 胡音梦从国外回来 一个音乐家 然后跟他以前的同学见面 两个在咖啡厅里面谈 谈婚姻 谈感情 胡音梦当时 原来是要嫁给 张爱嘉的哥哥 可是因为张爱 张爱嘉的家庭 因为只有本省 跟外省级的 这个事情反对 所以胡音梦 就没有结这个婚 那张爱嘉 因为看到哥哥的婚姻 后来不愉快 张爱嘉决定 不要听从父母亲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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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自己去叛逆 自己嫁给了 他喜欢的男人 可是这个电影 海滩一天就是 他的老公失踪了 看到他老公的东西 老公到底是不是 溺水了 还是不见人间蒸发了 不知道 就从这个地方探讨 女性在那个时候 社会转型 其实杨文昌导演的电影 他的电影的内容 都是在台湾社会转型 经济转型之下 女性男性 每一个人 人性的这些议题 感情 感情的变迁 感情婚姻 家庭的变迁 他的主题 全部围绕在这个部分 他在那个时代 他的这个 有些 有些议题的 这个主张心思 还蛮全文的 很先驱的 很先驱 这也是为什么 在国际上受到瞩目 他当时其实 一一得奖的时候 在坎城得奖的时候 其实一一已经是2000年了 但他其实坎城得奖的时候 当时坎城的评审就认为 他们从这个电影里面 看到了台湾 然后台北这个城市 的一些 经济转型下的样貌 他们尤其 当时我记得坎城 当时给他的 很多的 因为其实你知道 很多国际人士 对台湾以前是不了解的 为什么李安的这个喜宴 第一次得柏林金雄奖 就最佳影片 最高荣誉 因为透过了电影 其实电影在国际上得奖 三大影展 都是让外国的评审 去认识这个国家 跟这个地方 当时李安的喜宴得奖 就是人家 他们会觉得说 哇 台湾也有同性恋 有同性恋 这个 因为当时同性恋 还是先去 早期 那一一得奖 当时也大家认为说 其实一一这个电影展现的是 台北市非常摩登的一个样貌 那当时大家 因为国际评审 他们不对台湾 台北不了解 他们看完了这个电影 就觉得 哇 原来台湾是 台湾里面有这么摩登的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里面 也有这么 这个社会变迁的样貌 这么的剧烈 从一个家庭里面的反应 所以杨文昌导演的海滩一天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是展现 表现台湾的这个社会变迁 经济社会转型下面的一个 人跟人的关系 尤其海滩一天 讲的是女性的议题 那当然 这个电影 杨文昌在拍的时候 他做了很多大胆的 尝试跟突破 因为他是个海外回来的人 海外回来的青年才俊 他当时用了很多 新颖的手法 在拍海滩的一天 譬如说 海滩一天这部电影 是第一部台湾电影 用所有的演员 事后配音 因为你记得起早年的电影 不管邵氏的国片 都没有现场收的 邵氏的国片都是配音的 然后很多电影都是 我们的电影都是配音的 早年的电影都是配音 所以林青霞 秦翰 都不是自己的声音 包括早年珍珍 这些都不是自己的声音 都是配音般配的 那到了后面 才开始现场收音 可是海滩的一天 还是配音 但是他坚持 所有的演员 要自己配自己的声音 那当然 这是张艾佳跟这个洪一梦 他们自己的原因 在配音的 这个电影 其实卡斯非常大 不止张艾佳跟洪一梦 当年呢 当然因为海滩的一天 这个电影 当然我先讲技术好了 他当时打光 简洁各方面都是新的 比如说打光 我们传统打光 比如说在室内 如果今天打室内的光 就在室内打光 但杨泽昌第一次 比如说他在拍摩天 那个办公大楼 他在这个地方 拍这个办公室的样貌 他的光是从外面打进来 他等于说 他用了很多 先台湾电影 从来没有碰过的技术 再去拍台湾电影 所以他等于是带领了 这些艺术性的导演 带领了这个风潮 对不对 风潮 新浪潮 带领出来的侯孝贤 这些人 侯孝贤几乎是跟他同步的 侯孝贤跟他不一样 他是一个海外 当时海外回来的人很多 像万人导演 像柯一镇导演 都在国外留学过 但是侯孝贤是个本土导演 而且洪孝贤是从编剧 他等于说从场记 片场 编剧 他是学徒式的导演 学徒式导演 中影这样一直出来 他们两个背景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这个好有意思 好 我们这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今天呢 展新观点看两个礼拜 我们请到麦麦一次 这个麦若鱼先生 资深的影评人 来到现场谈定 那当然最权威的是 谈杨德昌了 这个杨德昌的海滩的一天 今天这个开始 这个数位化以后上映 另外还有两部 青梅竹马跟依依 特别是依依从来没有上演过 7月28号要演 那下礼拜青梅竹马 7月21号 青梅竹马是 蔡行跟侯孝贤演的 侯孝贤演 来周角演 依依是吴念真演的 哇 欢迎收听 coco早餐 好 这个杨德昌的电影呢 从今天晚上开始呢 要上演海滩的一天呢 在我们的院线上 大家可以查到 下个礼拜 只要增加演这个 演青梅竹马 再下个礼拜演 依依 依依得到 坎春音展最佳导演 而依依因为 没有上演过 据说这个彭凯利 对于依依这个能够上演 我是听吴依峰导演说的 因为他们这个 桃园不是做电影展的时候 有这个杨德昌专辑吗 他说彭凯利是 觉得很安慰 因为世上杨德昌也很遗憾 没有在上演 那我问你啊 你刚刚讲海滩的一天嘛 很经典 那时候杨德昌就开始 备受注目了 那怎么会跑去找 侯孝贤做男主角 然后还冒出了一个蔡琴 那个时候蔡琴就是 校园歌手了吗 已经很红了 蔡琴非常红 杨德昌其实回来台湾 听到的第一 他最喜欢的歌 就是蔡琴唱的《抉择》 但他不知道这个女生是谁 他自己跑去唱片行 买卡带 买这个抉择 他还叫不出名字 那当然 青梅竹马这个电影 又是一个讲男女关系的 这个电影 侯孝贤这个角色 因为当时 新浪潮导演互相的帮忙嘛 侯孝贤是 刚刚讲过 他是自己学徒是出身的 这个电影 因为他们其实 新浪潮导演 要去酬资金很难 青梅竹马这个电影 侯孝贤男主角 是侯孝贤自己 抵押了房子 给杨德昌去拍电影的 他们都有互相的帮衬 那然后 那因为这个电影的角色是 男生是一个 退役的少棒球国手 后来在迪化街开布店 所以是个本省级的 那女生是一个 职场的一个女强人 两个夫妻之间的 这个关系 当时杨德昌就希望 找一个女演员是 不要是大明星 不要是这种 大家有 就希望偏向素人 但又不是完全 没有名气 但就不要演那么 演大电影的这种演员 那当时 朱天文是编剧 就推荐 因为朱天文跟蔡琴 是小月同学 就推荐了蔡琴 那两个人一拍即合 因为杨德昌导演 本来就喜欢蔡琴的歌 没有想到会当她的女主角 她比较太练啊 对 那当然当时 蔡琴已经是很红的 一个校园名歌手 也是广播主持人 在中广主持人当中 那杨德昌导演 因为是个思想 是一个学者 是一个电影学者型的 是一个很前 是一个非常的 这个这个 海外留学回来的 等于是很洋派的 一个导演 思想很先进 那蔡琴当然 大家知道 那个年代 主持人当中 她的嘴巴是非常犀利的 她很会 她的思想 也非常非常先进 所以他们两个 在思想上就一拍即合 也就很交流的 非常的棒 因为蔡琴本来 就是一个爱电影的分子 她其实 她以前达陆基里面 都是跟人家讲说 你看过什么什么电影 没有 所以当她要演杨德昌电影 的时候 非常的兴奋 那两个人在整个过程中 是交出很多火花的 就谈恋爱了 所以谈恋爱了 那蔡琴因为之前 谈过一段恋爱 有订了婚 是跟圈外人 她的一个 师大的一个 一个老体育老师 他们两个 七八年 最后婚 这个感情是告吹的 所以当蔡琴 在碰到第二段感情 跟杨德昌的时候 她就决定 很快的要把握 所以他们是审店结婚 他们只有交往半年 交往半年 那这半年 还是蔡琴很主动的 跟杨德昌要 就是要希望杨德昌 要做一个决定 那杨德昌后来 就娶了蔡琴 那娶了蔡琴之后 他们当然 这个婚姻 这个电影 让他们两个 这样子就变成夫妻 那当然他们的这个 吸引力思想上面 在电影对电影的热爱 是很强的 我记得那一年 她的独立时代 去坎城做竞赛的时候 那是杨德昌导演 第一次被坎城选上 到坎城 那但是 这个电影的隔一年 他们就离婚了 因为他们婚姻有十年 十年 那蔡琴当年 在坎城的时候 其实 那个时候已经有彭凯丽了 但是我们不知道 当时就 因为那部电影 是陈香奇跟 泥淑军演的 然后 当时在 因为他们婚姻 已经快走到尽头 但是一般人都不知道 然后我们在坎城 收到的风就是 其实蔡琴是 要来盯住杨德昌 那我们当时以为是 杨德昌导演 跟这个电影的 女演员有什么问题 其实不是 但是那一年 蔡琴跟杨德昌 在坎城的时候 蔡琴非常的 以夫为贵 而且 就是一直在 讲杨德昌 多棒多棒多棒 因为蔡琴是帮那部电影 做美术跟造型 蔡琴是学美术出身的 也就是说其实 当然这段婚姻后来是 比较落寞性的收场 两个人 其实 因为杨德昌 蔡琴当时是最红的名歌手 而且他嫁给杨德昌之后 蔡琴做秀 做秀去提供杨德昌 经济上的这个拍电影 是是是 那因为 拍新浪潮电影导演 其实当时刚讲了 青梅竹马四天就下片 所以赚不到钱的 所以导演 要一直往下去拍电影 他需要很大的精援 所以蔡琴的这个 屋子上的支援 是很重要 是很重要 所以这个就是部分 蔡琴就一直做秀 去帮杨德昌去 是是 所以他们两个 其实当年有这么一段 那当然青梅竹马这个电影 其实里面有很多的 当时 包括吴念珍 包括很多的 台湾的这些 新一代的这些 所有的 包括剪接师 包括柯一正 杜篤之作音响 朱天文 廖庆松 都参与在里面 我们有什么态度 去看这个青梅竹马 现在 我觉得其实 就是看杨德昌的 他的电影 就是刚刚讲 他的一系列 包括 因为这三部电影 有共同特性 就是海滩一天 跟青梅竹马 跟依依 他讲的都是 台湾社会转型之下 人跟人的关系 这里面人跟人的关系 包括了女性的议题 包括了夫妻的感情 包括了家庭 海滩的一天 讲的是女性的议题 青梅竹马 讲的是夫妻感情 对 然后一一就是讲 整个家庭的结构 家庭结构里面的一些 家庭结构关系的瓦解 或者是结构的这些关系 所以其实 他杨德昌电影 他其实都是跟社 我们现在看 跟社会 跟社会脉络 还有社会的多元的转变 有关像孤里街 杀人杀人世界 所以我觉得 我们台湾性人最缺的 为什么台湾性人 年轻导演接班不上 就是我们台湾性的导演 跟社会是脱节的 当然他也有一些体材 像你说 像九把刀 马上的电影 他还有霸凌 但整个来讲 他跟社会的脉络 跟这个人跟人的关系 这个紧密的节奏度 是不够的 那你现在反看 杨德昌当年的电影 他就是在探讨 每一个人的生活在台北 台湾 你这些人跟人的关系 不管是夫妻的 不管是男女的 不管是感情的 不管是家庭的 就有这种关系的存在 所以我觉得 现在看起来格外值得珍惜 不管他后来的恐怖分子 这些电影 他其实讲到 他会把这些议题 人跟人的关系 再多样化的呈现出来 用不同的角度 孤领节 你还是用一个 校园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死亡 这个东西 来呈现整个当时的样貌 还破成了非常多 这个时代上的大背景 跟这个族群的融合的问题 那杨德昌在这个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华语的电影里面 究竟可以怎么样定位他 比如我们讲日本会 会想到黑泽民 那杨德昌呢 当然杨德昌就是一个 完全代表我们台湾的电影 其实你现在看 杨德昌导演 虽然他在2000年才得到 他这是砍成第一次 2000年才一一得到 砍成最佳导演 但是已经是我们台湾第一位了 OK 那是2000年 但你现在看杨德昌导演 已经过世了 他的作品其实 严格来讲并不是多产的 但是杨德昌导演 目前在全世界 这个所谓的定位上来讲 华语片定位来讲 他永远是排名第一 还是第一名 第一名 他是永远 他是在我们台湾 华语的大导演 经典导演 国际导演 而且对华语电影 是有前瞻性的看法的 这个他是第一名 他跟蔡晴离婚之后 跟彭凯莉就到美国去嘛 之后有好的作品吗 其实没有 一一之后他就 一一是他最后一部作品了 他得到了坎中影展以后 反而 对他后来当时 因为身体出了状况 身体不好 07年他就过世了 对他其实2003年 就传出了肝癌 其实他跟蔡晴 蔡晴后来也传出了 这个乳腺癌 但还好蔡晴是良性的 其实这两个人 为什么 其实要跟 身体健康很重要 身体健康又跟心理有关系 杨德昌导演 他其实一直是 郁郁不得志 对 他付出了非常多的时间 在拍片 但是从票房上来讲 他不是一个 对票房 对他就是那种 好像反骨一样 生前不得志 死后以后 作品就非常有名义 所以杨德昌 有他一定的地位 他对当时的政府 电影的辅导金 政策 他都是有意见的 OK好 杨德昌 他的电影 今天第一部 就上演海滩的一天 对四年纪生来讲 这是一部指标性的电影 下个礼拜开始 他要播这青梅主 再下个礼拜 是播一一 谢谢 谢谢麦若鱼 这个麦麦 他的那个 非常非常资深的 这个经验里面 告诉我们那些 这些故事 这些故事背后 其实有时代上的意义了 好 马上回来 我们为各位介绍 陈侯美小姐的这本书 请不吝点赞